打造TrackGPT的美国科技公司OpenAI推出最新AI力作SORA 只要输入文字提示就能产出一支60秒影片 SORA的名字取自日语中的天空一词 OpenAI团队成员说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 是因为SORA将唤起无限创造潜力点资 根据OpenAI的报告 他们讯愿SORA去理解和模拟运动中的物理世界 像是输入一群小狗在雪地玩耍 立刻运算出栩栩如生的影片 目前众多开发中的深层式AI影片 只有SORA可以做到如此精细 虽然这项新技术尚未对大众公开 专家们提前示警有疑虑 SORA也将彻底改变电影制作 广告 平面设计和电玩开发等行业 引发关于盗版和艺术权利的严重问题 ABC新闻一年前专访过OpenAI执行长奥特曼 当时奥特曼曾经透露 即便是他对人工智慧也有些恐惧 ZORA的问世引发外界担忧 但其他AI相关企业也在巧巧开发类似工具 纽约新创公司 仍未AI就曾推出相同产品 但产出的影片只有几秒钟且画质不佳 ZORA产出的高品质影片 逼真到像是从好莱坞电影截取的片段 从静态图片走到影片 未来除了摄影师 平面设计师 影片创作者恐怕也要担心失业 OpenAI表示 他们仍在测试优化 现阶段开放给特定艺术家与创作者使用 透过他们回馈修正 要等到ZORA开放给一般用户 还需要一段时间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